南道管政府環保協為了讓都議處理更換補 特別在辦公室的處櫃嶺設定日式的實驗農場 他過當年青主席做了解都議在利用的價值和重要性 作為提供自然農法、土棍和素材更新的方案參考 希望未來為政府好好和加工好好都可以好好利用都議 創作農場和參聽之間的日式順繁經濟 為了要提供自然農法 大館和素材更新的土餘回收方式 寬佛教日前要請到來自高鄉新台農場的農民 來跟童林一起管來向電視公所、清潔堆 實體來分享 如何在農場一起參聽之間創作日式的經濟 他主要是強調生態農法 就是用所謂的飲菜共生的方式 利用蚯蚓分解生廚餘 然後產生的糞便也是他土壤的養分 再加上蚯蚓會在土裡面等於是亂磚 就是也跟空氣接觸增加熔養的機會 所以藉由它本來蚯蚓的功能讓土壤又再活化 然後又可以消耗我們生廚餘 所以對環保局來講說 垃圾減量、源頭減量是我們既定的政策 只要不含油、不含鹽的東西都能分解變成蚯蚓的食物 蚯蚓它都會到土壤表面來排便 它就會幫我們把那些吃完的東西 經過消化到的一些消化酶 轉換變成非常營養的淡淋甲 還有一些微量元素 讓我們的植物當作肥料 路長長 經過當年的研究創作規劃 引測貢共生植栽器 鐵條麵糟又來挖環境類的特徵 希望祝福為地球的環境即一分新力 我們這個生態植栽器也獲得去年 獲得馬來西亞ITES國際發明展的 環境能源類的金牌獎 同時也獲得泰國國家研究院 頒發的最佳產品金牌獎 主要的是因為它能幫我們從居家 就能把廢物變成食物 然後降低食物的碳裡層 然後也降低焚燒 那個被氣物所排放的二氧化碳PM2.5這些 所以我們以這樣子的一個優異的性能跟功效 拿到了環境能源類的金牌獎 看補救這支來利用 辦公室出不定 設立立式是怎樣 為完工開始做起 未來希望能夠優 親家庭 甚至夾夾夾夾 都能夠來提供這種的駐燃農法 創造竟然優先 影響的環境 它的器具都空間蠻小的 適合每個家庭 然後在陽台裡面做 我們是希望推廣 從公所或學校明年開始 自己的廚餘 自己處理 生廚餘的部分我們就可以引進 我們影菜共生的系統來處理 將來我們可能也會爭取 憲政策支持來推廣到學校 把廚餘能夠量降低 又可以達到種菜 大家能夠栽菜的一些樂趣 另外 寬佛宮也在旁邊 放兩台發電卡打車 雖然在觸定的農航 主動灌溉用電 而這是對於處理機的用電 我感到在中途休憤的時候 可以打卡打車 運動 給它能夠創新 再生的燃圍 可以說是一驚二驚 記者 劉偉琳 蔡文博道